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七百九十七回 杭丽自问呢 已经拥有了太阴争火 捕捉此火机会并非没有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贸然到此呢 但是这片雾海那也是大劲的禁地之一 虽然不仅仅是那些火灵地上所化的雷火之力 那么这一点就点危险了 而这片洪雾下的山脉当中 还栖息着许多难以想象的火属性的妖兽 听说呀 其中不妨六七级高阶凶兽啊 一旦被十几头高阶凶兽 他给围住了 恐怕一般的原因修士也可能会陨落掉的 更何况这片红色的雾海当中 最危险的还并非是这些妖兽 杭丽正心中琢磨着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双目寒光一闪单手一抬 冲着一侧手指一弹 金光一闪一道剑气一闪及时的射出 没入到了红雾中就不见了踪迹 一声怪异的鸣叫 一道黑影亮相的从雾气深处一下子冲了出来 这竟然是一只体长树齿的淡红色的妖群 一对蓝眼睛 头顶紫冠 但是张开的一只翅膀上血迹斑斑 有一只拳头大的孔洞正往外狂涌出鲜红的兽血出来 此兽似乎凶悍一场啊 虽然说已经身负重伤 仍然恶狠狠的扑向了韩力 不过这倒并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活属性妖兽原本就比其他属性的妖兽凶悍暴躁得多 韩力叹了一口气 一只手的五指随意的一弹 呼呼的破空之声接连传出 五道红丝击齿而出啊 一闪之后就洞穿了此妖群的身体各处 随即再一缠绕 用力勒 圈圈鸿芒闪动之下 就将此妖群切割成了一对七零八落的血肉 他们正是那些纤细如丝的火灵丝 此宝物在面对稍低一些的对手的时候 可怕之处是显露无遗啊 韩力再单手一招 那些红丝就自行的飞射而回 一闪后没入到了手掌当中 随着雾海中的深入 出现的妖兽越来越频繁 并且呢还越来越多起来 短短的时间之内啊 就有十几只妖兽被韩力给斩杀了 其中一次竟然同时出现了五六只体肠杖许的火源 共同扑来啊 那这要是换了一名普通的猿鹰出息的修士 自然是一阵手忙脚乱啊 但是以韩力如今的修为自然不值一提了 他只是张口喷出了一口数寸大小的小剑 就将四只铜头铁壁支撑的火源一绕轻轻的斩杀了 不过他再深入一段路程之后 终于碰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麻烦 此刻啊 身前数十丈处 一个红光灿灿的丈许大的光团 正在变幻不停着 一会儿变化成虎狼的形态 一会儿变化成妖琴的外形 根本没有真正的固定的形态 仿佛是无形之物一般 杭力冷冷的看着此物 突然手一抬 树道金色剑气连续斩去 金光一过 轻易的将此物斩成了树块 但是一等剑气溃散过后 红光又再一次的往中间一距 就毫不费力的恢复如初了 杭力眉头不经一皱啊 随即两手再掐绝 默然一张口 一道紫色的光柱喷射而出 只是一闪呢 就在光团中心处 洞穿出了一个 网口粗的孔洞出来 正是韩力进阶 原音后期新领悟的一种秘术 是将已经精炼过的紫罗集火进行压缩 再用强大的灵力一捧而出 如此一来 其威力之大自然是非同小可呀 虽然这一次 光团在片刻之后仍然恢复了 但是泥河度比起先前明显慢了许多 果然和传闻中一般 这磁火煞灵还真的有些棘手啊 连属性相克的极寒之宴 都不太有效的样子 怪不得上人记忆中 对这种妖物有些忌惮的样子 杭力喃喃的自语了几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的红色光团形态一变 化为了一只通体赤红的妖鬼 口喷红艳的就直奔这边飞扑而来 杭力面色一沉 单手虚空一拍 顿时一只青色的巨手 浮现在了妖鬼的头顶处 闪电般的一捞而下 就将妖鬼硬生生的抓在了手中 五指略移用力 红光闪动之下 妖鬼身躯就无声无息的支离破碎了 但是下一刻 这些红光又在附近融合一起再次复原了 杭力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单手一拍锄带 似乎就要取出什么宝物出来 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清明之声从身体中传出 随即尖头处赤芒一闪 浮现出了一只赤红色的小鸟出来 只有数寸大小小巧玲珑的样子 杭力目光一天 扫了此鸟一眼 不惊一呆呀 这竟然是太阴蒸火幻化的那团 蒸火之灵 杭力面上露出了诧异 还没有想清楚 似乎怎么会主动的现行而出的时候 火鸟就猛然的双翅一盏飞出去 直奔对面的那团红光射去 在途中 雌鸟体型狂炸 几个闪动之下就有了持续大小 张口就向光团啄去 说也奇怪呀 那团红色无形的身体 一下子就被雌鸟捉出一个豁口出来 连续几下 一个网口粗的孔洞就呈现而出 火团呢 也没有办法像先前一般的恢复如初了 但这火煞灵却似乎灵质不高 也丝毫碰触感觉没有的样子 只是略感不适般的 不停的变换着自己的形态 想要摆脱太阴火鸟 但是啊 这火鸟的一对爪子死死的抓住了这火煞灵的身体 任凭其千般变化都纹丝不动 但是尖嘴捉下的角度反而大增 几乎转眼之间这团火光就少去了小半身体 汉里见到此景却倾笑了起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太阴火鸟还能克制这火狱最让人头疼的火煞灵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他倒是省了不少的手脚了 于是 在汉里一副轻松表情的旁观下 没过多久 这团火狱中特有的妖物 就被太阴火鸟给吞噬了个干净 然后 火鸟一声轻量的长鸣一个盘旋过后 就飞回到了汉里的尖头 清理起了自己的淋雨来 似乎并不想马上再返回汉里体内的样子 这雾海中 自然不可能就只是这一团火煞灵 汉里当然也不会多此一举的强行收起此鸟啊 而是顿光再起的再次消失在了雾海当中 这一片雾海笼罩的山脉 的确大得难以想象了 再加上汉里神念兽死 也不敢飞顿得太快 所以 足足飞行了三天之后 才终于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一座巨大的死火山上空 而这一路上 他击杀的各级妖兽 没有一百也有七八十之多呀 甚至包括了树头七级巅峰离八级画形 只有一步之遥的妖兽 而真正画形的八级妖兽 一旦开启了灵制 却不会在火域再倒流下去 而是呢 另行寻找修炼之地的 至于火煞灵倒不多见 只不过又遇见了两团而已 都被太阴火鸟给吞噬掉了 并没有真的给它造成什么麻烦 倒是经过山脉中的一片火湖区域的时候 让韩丽的顿速不得不放慢了许多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从湖中喷射出了一股股赤红火柱 一丝征兆都没有啊 并且威力不小的样子 韩丽虽然说呀 不惧怕这些火柱 但是呢 这白白消耗法力硬扛之势 自然不愿做的 这才谨慎些的放慢了顿速 缓缓的通过了这片区域 现在 韩丽已经降在了环形火山口的边上 双手抱毙望着前方 目光闪动不已 单手一拍腰间除袋 顿时啊 一叠厚厚的震旗震盘浮现手中 向后一抛 随即身后荧光一闪 又一个韩丽诡异的现行而出了 抬手一招啊 大片的银霞飞出 一下子将这些布阵的器具 收进了手中 正是那第二原应操控的人形傀儡 这个傀儡身形一化 就化为了一道银红破空飞走 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雾气当中 杭丽呢 则在原地盘坐下来 闭目养神起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破空之声传来 人形傀儡 两手空空的出现在了身前 韩丽重新 睁开了双目 看了看傀儡淡淡的点了点头 傀儡一晃之下 就再次的消失不见了 而韩丽呢 则周身灵光大放 人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出 连闪几下之后 顿光在火山口的最中心处停了下来 火光一连 再次现出了韩丽的人影 韩丽打亮了一下附近的环境 单手一扬 一件早就扣在手中的白乎乎的东西 被寄了出去 此物啊 在空中是滴溜溜一转之后 体型呢 在灵光中狂胀起来 最后就化为了一个十余站高的巨物 击落到地上 让附近的地面都是微微的一颤 显得是沉重至极啊 这竟然是一个白玉制成的小型祭坛 但是表面有些符咒鸣印其上 显然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器等级的存在 昂丽再一翻手掌 一个蓝蒙蒙的小鼎出现在了手中 口中念念有词 竖道法觉 积在了顶上 小鼎滴溜溜一转之下 灵光大放 同时呢 体型狂胀了起来 化为了 杖许般巨大 昂丽手指冲此顶轻轻一弹 顿时呢 顶盖一下子飞射打开 无名之声从顶中传出啊 一道蓝色的光月喷出来了 然后迅速的荡漾开来 然后呢 刺拉之声大起啊 蓝光闪过之后 地面上出现了厚厚的一层 晶莹闪烁的蓝冰 竟然是前蓝冰宴 而那只蓝色的小鼎 自然就是当年 从上人手中 得来的仿制的灵宝 前蓝顶了 此顶原来有两只 都已经落在了 杭力手中 此刻蓝光所过之处 所有的红雾 全都纷纷的躲避开来 转眼之间呢 魂形山口竟然变得 清晰异常起来 武武器 都被硬生生的排挤了出去 杭力见此嘴角是微微一笑啊 单手呢 冲锯顶一点 顿时此顶轻飘飘的飞出 一个盘旋过后 落在了身前的祭坛中间处 而杭力手中 则不知道什么时候 夺出了一块 巴掌大的蓝色的网盘 树道法觉飞快的打在旗上 祭坛附近的地面 漠然一阵闷雷之声传来 一个巨型法阵 竟然浮现而出 这祭坛正处在此法阵的中心处 各色灵光闪动不已啊 此刻 巨顶祭坛小法阵 仿佛原本呢 就是融合一体的 而顶中的前蓝兵燕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喷出的蓝光不停啊 蓝兵呢 遍布了整个火山口各处 这个时候 杭力面色凝重的 又冲手中的阵盘连点几下 突然 整座法阵都发出了巨大的轰鸣 数十根蓝色光柱 从火山口处边缘 同时的是冲天而起啊 仅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光龙 将附近的空间呢 也彻底的封闭了起来 每根光柱都蓝光灿灿 数十丈之高 气势惊人异常啊 哈利刨修一斗 另一只蓝色小鼎也飞射而出 同样的 一阵雾气过后 体型胀大 然后在神念一催之下呢 飘飘悠悠的 往巨型法阵上空飞去 一直飞到了二十余阵高空处 才滴溜溜的盘旋不动起来 荧光一闪 小鼎上献出了人形傀儡出来 冬也不动的 站在鼎上的一个角落处 稳如泰山啊 杭利威点了一下头 猛人一拍腰间某只灵兽弹 一股白色的寒风 从带中飞行而出 随即献出了十二条数尺长的四尺蜈蜈蚣出来 正是十二条六翼双弓 这几条蜈蚣一现身出来 立刻就摇头摆尾的口喷风啊 一股股的白雾弥漫到了高空中 立刻呢 将这些蜈蚣的身形隐匿了起来 然后寒雾就滴溜溜的一阵旋转过后 分布到了整座光龙的各个角落 布置完这一切之后 哈雷这才神色一松啊 但是他心中仍不敢就此大意了 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法阵 确认一切都没有问题之后 这才站在了法阵的某处 两手一掐绝啊 周身的默然冒出了一层紫色的光焰出来 身形仿佛虚幻一般的 缓缓的沉入到了地下之中 转眼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巨大的光龙中 只剩下顶上站着不动的人形傀儡 以及朵朵白雾轻轻的飘动着 而在地下树石杖处 寒厉已经身处一片赤红熔岩当中了 原本可以将人化为乌有的高温 寒厉在紫罗集火的保护之下 却丝毫异样没有 但是在寒热之力交织之下 阵阵滚雷一般的闷响 不停地在腹心响起 让人听得有些烦闷 这倒不是寒厉不想转换成先前的火龙柱来做护照 而是此一时比一时啊 火属性护照 虽然可以很轻易地和四周的容颜混为一体 但是身处这种极热的环境之下 同时还要控制护照内的温度 消耗法力之大 远胜于寒属性光照的 在未见到太阳惊火之前 寒厉自然不会这么做了 不过身处容颜当中 他即使将神念开制到了最大 能感应到的范围也远逊于地面上的时候 不过百余杖左右啊 杭力呢 轻轻地叹了口气 怪不得上人明知道太阳惊火就在此地 这么多年来 却一次都没有得手过 到了最后 甚至彻底地放弃了捕捉此火的心思呀 身处此环境之下 即使一名原英后期的大修士 那想要抓住一个 颇具灵性的太阳惊火 也是有些不切实际的 也许只有华神修士出手 才有那么几分可能的 即使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但是能不能真得手 心中同样是没有底的 杭力猛一拍站在肩头 始终不回的太阳火鸟 此火鸟呢 一染双翅 吹出了紫色的护罩 一头扎进到了熔岩中不见的踪影 整个过程无声无息 似乎丝毫不在意熔岩的炙热的高温 也没有任何阻碍的样子 含力见此 先是有些无语了 随即又暗息起来 这太阴真火 明明是人界至阴之物 就是在熔岩中也无大碍 看来此火号称三大真灵之火 肯定另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玄妙在其中 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真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的 太阳真火和太阳精火 原本一个是极热中诞生 一个是天生极寒 阴阳交汇吸引之下 只要那太阳精火就在附近的话 一定会被自行的吸引而来的 下边就看他如何将其引到地面上去了 心中一边思量着 含力呢 一边通过心神联系 远远的跟在火鸟后面 开始以这座火山口为中心 赐下的游荡起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七百九十八回 启动粉丝